大家好,又是Galaxy HK,我們繼續玩西大傳說王國之旅 再次找海獵幫做一頓食物,再給他一次機會,實習一下 我做了這麼多有趣的劇情,希望大家喜歡這個系列 記得按讚和分享給朋友觀看支持我們 這次都是過眼的菜餃,沒有進步 不如看看這碟菜餃可以賣多少錢 我真的不會欣賞 2元,不要了,2元都不要 今集我先換衣服 主線任務就叫我們回去監視堡壘,但是我們做主線之前我想去這個位置 我想用這個臉望台 看見一條龍 有時候真的,預計要去的地方很多時候都會有阻礙 前面有一條龍在這裡 沒理由不虛的話,這麼近 這裡很熱 穿上火的樣子,我們要換套裝才行 神獸兵裝,魯達利亞,內火防護 再加上之前在古龍族買了這一件,內火石海 這樣頂一頂 先拿刀來,其實最主要是要收拾它的素材 歐爾龍的機閣 每次看到龍都忍不住會爬上來 地圖 位置在地圖右上角 接著要撿龍岩石 用這個角度給大家欣賞一下奧爾龍 身上要打的素材10分鐘就可以再打多次了,我等了10分鐘 拿到它的鱗片 再一次回來 在這條龍身上玩了一陣子 再用臉望台去我們今次想去的目的地 這個臉望台再劃牆過來這裡 就在我們面前這個小島 有玩過曠野戰食 有做這個婦人一定很有印象,也很感動 一尺村 位於阿卡萊高原 老實說玩王國之旅這麼多東西做,我都是第一次回來 隔了幾年 小朋友走來走來走來,有一個隔了很得族人的小朋友 Hello,微達,你這個髮型這麼像一個人 我是你爸爸的朋友 難道你爸爸就是 微達快要搬家 趁現在就和爸爸 還有大家一起玩 我不妨礙你們玩 繼續捉伊恩 有不同的族人在這裏擺賣 我面前就有分解店 雜貨店 還有一個旅館等等 我們不光顧這些店舖,直接走過去對面 看到熟口熟臉的招牌,你看 這個人 非常自戀 弄了這麼大的牌 就是這次我們想找的主角 一邊聊天一邊講解給大家知道 而且她的髮型跟剛才的妹妹是不是很相似 很久沒見了 她太太就說 應該就是說她小朋友昨天還是很開心提起這件事,會不會是你想多了 太太也明白微達要搬這件事 就是說只有小朋友要搬這件事 經過我們玩了這麼久的格魯德劇情,大家都知道為什麼 重達先生最近看到微達,即是她的女兒 很開朗,可能是一些反常 專人前來迎接的日期都快到了 小朋友會不會其實是頂眼上的 就是說其實她們兩個都是在擔心她的小朋友 這個是格魯德族來說,一生一次的女徒 我們要盛大地寬送她 重達先生也同意要弄到很大才行 告訴大家,在抗野知識我們幫她弄了一場婚禮 好了,沒見了太太 好像認不到我一樣 問我們是不是買個人的小屋 可以自己親手組裝,打造僅屬於客人的小屋 但是非常抱歉,暫時還沒開店 看來有東西在忙 沒錯,很久沒見了,這位太太可能真的失憶 之前我們有份興建一齒村,你們的婚禮都是我們有份安排 跟過去相比,這裡其實出現了很多種族,任何人都可以在這裡生活 恭喜生了一個女兒 但是跟她一樣樣子,大件事 不過剛才我看到她也挺可愛 格魯德的女孩子,一懂事就要去格魯德的村莊 我看到她已經有份安排了 搞到重達先生碎頭喪氣 試問有誰的爸爸想自己的小朋友離開 她都要鎮載工作了 原來看看有什麼可以幫到她的女兒 多了一個情節,微大的獨立 猜不到抗野知識見到結婚 往國之內看到她們已經有了小朋友 不過最慘的地方就是她們的女兒就快要離開了 老實說,我奉勸大家一個句 要結婚的話千萬不要選格魯德族人 除非你接受到小朋友會離開你 作為爸爸,一定捨不得 如果你們有印象我們之前玩,就有一個男人 就算要坐牢也要去格魯德的村 看一看重達,她的心情看是怎樣 本店的宗旨就是 一想起孩子就沒了心機 她們夫妻之間的女兒就是微達 都說髮型很像,樣子希望不要像你 馬上要搬去妻子的故鄉格魯德小鎮 成人之前不能再接觸男性 這個年紀差不多要搬走 還會有人來專程迎接 但是在格魯德族來說,這種是榮耀 因為微達本身都很期待 所以她就想盛大地歡送她 作為父親,最後才發現自己是猶豫不決 她差不多要回去作業場所那邊 我也明白你的心情 哪有爸爸想自己的小朋友離開自己身邊 總之就是整家人都在忙,不能接受任何委託 看來想我們陪一陪微達 說完之後 只剩下一個小朋友跑圈 我看了 這樣我們要找回微達 微達好像在上面 正常我們都可以由正門進入,不過 我們是一個不正常的人 有沒有嚇到 自己在這裡看書很乖,是自己的筆記 是自己的筆記 再看是什麼 她以為已經有人來接她走 但不是,放心,我是一個路過的勇者 媽媽故鄉有一種叫格魯德語,看來她正在學這個語言 而且她也想教給村裡的大家都懂這個語言 我以前在村裡走過,而且拯救了你們族人 要去幫莫拉利奶奶上課 要挑戰這件事 我們先跟著她 可以學外語 老師還是一個年紀小的小朋友 但是充滿熱誠 而且畢竟是重達的女兒 應該也有教她怎樣做生意 未來有機會開一間俄語學校 即是想學好格魯德語就找微達 應該是教這對老人家 莫拉利奶奶,對了 可以一起上課 要回答問題 格魯德語的奶奶奶應該要怎樣說 記得老婆婆嗎 這個 答得對 是否很厲害 語言天分滿分 原來未達就想她媽媽在這裡過得開心一點才教大家 教得到魚 然後應該要照顧爸爸 她要去這個鬼道車前往作業場所 老婆婆就說 這麼小的年紀應該只會殺嬌 感覺上很懂事為大人著想 她跑到過來 她要乘搭那個人,我帶你去 左立屋的科技都很熟悉,玩了三十多集 如果不付錢就不可以回答 多少錢 明明明那個叔叔叔當上管理員之前是不用付錢的 免費坐車的日子已經沒有了 但可以不讓他發現偷偷坐上軌道車都可以 微達一個人就不行,因為做不到 好 怎樣可以遮蓋他的眼睛 遮蓋他的眼睛 我簡直不可以在他面前 他有一個感嘆好 他身後還有一個神廟的寶石 這個好東西,不是很奇怪的石頭 你不要給我,但他應該是想賣給一些不懂貨的人賺錢 對 先去一座業場所 先去一座業場所,身後的石頭也要留給我 20元 給了錢就無限使用 不攪,還有他那個奇怪的石頭的負任也不要攪 這樣的話,我們可不可以直接踩上去 不行,叫住 這傢伙 以前是不是免費的 遮蓋他的眼睛 等一下 OK 我們用這個 他已經很害怕了 罵我們了,但他什麼都看到 是我們做的 太近會妨礙他工作 不如釋穿了 這麼聰明 如果我們裝個不倒翁 這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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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遠一點 遮住他 我們試一下 好像上來 搞定了,不用錢了 現在可以了 哈哈 20元都省了,不過搞定搞定天都下雨了,要快點完成任務才行 上面是綁住左立妹的車 它已經閃光了,不一起搭 即是落到樓下 是落到樓下 還搭建築店作業場所 找到了 它爸爸不知道在說什麼,很奇怪 重達爸爸就是為了他的女兒,在想什麼可以給他 做些什麼 它在做一個熱氣球 畢竟隔路的小鎮來這裡很遠,路上都有點怪 所以做一個這樣的東西,護送薇達 怎樣才會做得特別一點 這樣說 未達就說要做一個像太陽白白的 要塗到黃色 要找向陽草造染料,我有很多 要支援 其實向陽草我們在浮空島都可以撿到 沒有 沒錯,它已經解釋了 在上面掉下來 我們有的,不過現在下雨我想找個地方睡覺 我不想這樣的天使去做任務 天使就算好一點 不再等時間 剛才我檢查過,向陽草是救的 它要支援 就給你 我整身都是 這麼驚訝 可能對於它們來說很難得 陽光很棒 比剛才下雨 對嗎 接下來爸爸就會幫這個 以氣球變成太陽白白就認識 但我心裡不知為何閃過一個影像 不要變成天使得得必的太陽 很開心,一起做東西一起唱歌 這樣 又挺漂亮的 說真的 哎呀,想到睡覺 時間已經變得 剛才的陽光已經過了很久 連她太太也來了 剛剛弄完那個熱氣球 那些人就來,有沒有這麼巧 快點珍惜最後時光 重達 未達 你們父女要分開了 我們是恐怖在一起 還可以的 畢竟我都付出了10棵向陽草 升到上空 沒有錯 小心點不要在上面跳 掉下去麻煩 我想這個天色其實是 預設的 就算剛才下雨也好 都會變成現在這樣 還枉我走進去睡覺 太陽也祝福未達 太陽也祝福未達 無論在小鎮或在此村 都會看到同一個太陽 最重要是心與心之間的距離 媽媽永遠都是陪伴著你 要落地了 好 一個很感人的劇情 骨肉分離 重達為她的女兒最後送上一個儀氣球 祝福她未來 安安全全地長大 在那邊很危險 這次一分別 之後要十幾年才可以看到 要長大成人 連爸爸也要堅強一點 跟她女兒一樣要堅強 需要 祝福可愛的未達要小心 未來的旅程可能會有怪 不過族人應該會保護她 時間到了 一此村的眾人都來祝福未達 未來應該會變成一個很漂亮的巴依 要說故事給我奶奶聽 哈利也想去格魯德那邊玩 要旅行過去都很遠 因為在地圖上 天南地北剛剛的對角 你幻想一下柴灣去屯門 如果像媽媽都可以 像爸爸就 哇 她說想找一個像他爸爸那樣英俊的人 做老公 重達應該是強引淚水 要笑著這樣歡送她的女兒 終於做到了 很堅強 孩子沒有哭 大人都不可以哭 大家都要過一個新的生活 未達有新環境 這兩夫婦就要面對小朋友離開 十幾年之後才可以再見 不,她媽媽應該可以隨時見 也不麻煩 幫到你我也很開心 她說向洋草應該很貴重 其實也不算 飛上去隨便都撿到 喂 一百元? 很棒 早知道我多撿幾棵 一百元可以拿回 太太那邊都給我們一百元 Toto有兩塊水 如果你經過隔了很多小鎮 就叫我們看梅達 那裡正常是不讓白衣進入 但是我們是一個特別的人 自由出入是沒問題 但是重達你小心點 進去就被捕 雖然在監獄都會看到你的女兒 我們完成微達的獨立這個任務 回到她的店 個人小屋是什麼 微達搬家一切順利進行了 重達建築店本業就是幫客人打造心中理想的住宅 除了附帶家具房間的廚房 這些是基本東西 或者是掛上喜歡的圖畫 字仰喜歡的馬都可以 各式各樣的要求都可以為我們準備 所有東西都是客人親手組裝 客人自行選擇想要房間 並加上各種創意打造理想的個人小屋 她的服務就是這樣 完成個人小屋的時候還會送一個紀念品給我 之前幫過微達 個人小屋要多少錢 會不會有折頭 她說有一個優惠價 打算簽約購買的話 剛剛好有一個住家的空地 原本的土地費用是3000奧比 我不夠 給我們一個折頭就是 1500奧比 積比 怎麼會這樣阿穩 事不宜遲 在東南方視野良好的優質地段 很長眼 雖然有點距離 那裡有一個神廟 他們已經有一個工作人員在那邊等著 可以 過去確認一下 可以 做完微大哥任務我們順便就 買一買地皮 過去神廟是不是這個 在抗野知識其實我們做了業主 去到王國之旅我們的房子 就變成一個名字叫做西達的房子 之前都拍過影片給大家看 是不是這裡 神廟附近只有你 神廟附近只有你 會不會是你 應該是 大家一起看看他的流程 這塊平地就是我們可以建屋的地方 不錯 住在山頂 視野也好 我們購買的是房間組合方案 因此 特別優惠一開始就有兩個房間 設計房間最重要是間隔長 如果是主力長就千萬不要拆 左邊就是門的房間 右邊就是床鋪房間 目前為了保護室內 所以滿佈網址 不過等建築完成就可以拿掉 怎麼做呢 將兩個房間組裝 放上去就可以了 這裡無法使用房間組件以外的物品 即是我們究極手做一些奇怪的東西 難道不可以放進去 試一試一試 都是用究極手 門的房間 明白 可以 先拿過去 這樣又如何呢 這樣又如何呢 再丟過去 放 完成 沒問題 讚我們 說真的 玩房間設計的模擬遊戲 我之前玩過很多 對上那隻做酒店 很多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現在比較簡陋 我日後都會擴建一下 不過就不是這一集 因為我們還要買東西 所以我們現在生窮水盡 就不可以做很多東西給大家看 有一個紀念品給我們 有一個紀念品給我們 哇 這麼難推銷 有重大的樣子在上面 在上面 古拉奈達也會陪伴我們 我講了是我們家裡的康家 甚至是管家 長期在這裡 完成了一個迷你挑戰 很小的房子 暫時 進一進去 角角角 就這樣有一座床 家圖四壁 只有四面牆 想增加房間的話 沒有 最便宜也要300 一個三角形的空間 其他 400 300 500 沒有氣架 我想要 600 買了 即買 放在我們家的旁邊 暫時這樣放 就這樣放在旁邊 不是房間裡 無遮無掩 不會有人偷東西吧 我就想把鬼神大劍 不用著 放在這裡 今集玩到這裡 房子都買了 接下來會玩主線 邊玩主線邊儲錢 整個房子 旁邊玩主線 constant 搭配 不想把大根